大家好,我叫李东青,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我看起来是一个温柔的小女人,但其实我是一个坚强的大女人,两年的媒体工作锻炼了我的策划推广能力,三年的自主创业经历,让我积累了运营管理的经验,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希望寻求一份自主创业经历, 运营管理的工作,谢谢大家 你好,初来老师 他是三位助教当中唯一的一位跟我搭配的,如果要我来描述的话,他是三个人当中唯一沉默的最多的一个,就不太说话 然后平时更多的是在旁边提醒我,比如说又有个小孩来学写符字了,这个纸放在哪儿,什么什么什么,像个小秘书一样 这是我最满意的一个,你们的感受是不是这样 我们两个人说结果啊,确实是分数应该是相对最高的,我觉得沟通能力很强,很nice,对孩子很有耐心 任何的事情都非常的积极主动,可能也基于说你有一些些幼儿的背景,我觉得也是有关的 是的,是的 你给我打个分杯 我们俩单独相说两个小时 我觉得分数最低的就是图老师 来来,就说说说说说 没事,说说 因为图老师在教那个符字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小朋友在等待,其实他们是不会的,他们不认识字 实际上孩子在写字的时候,他其实是在画画 就是他是拿着笔在去图 我是怕他那个铅笔字写得看不太清 对,图老师就是带着他们一笔一笔去练 然后后来我是看图老师在教另外一个孩子的时候 我让其他的小朋友,我们先来认识毛笔 就是这个毛呢,它是软的,我们先去触摸它 然后有一个触觉,然后再让他们体验到毛笔是要轻轻的落笔,不能很沉重的落笔 其次下来就是我们小朋友在写字的时候,我会让他们先练一下横竖 后来图老师的教学就很顺利了 那我打多少分呢 图老师6.5吧 不错,鼓掌 我喜欢你的直率啊 前面两个选手是什么呢 就该在的时候,他不在 他不该在的时候,他在 他是该在的时候,他不该在的时候,你绝对看不到他 但需要的时候,他就出现了 而且总是一种弱弱的声音传过来 就很有同理心 有眼力劲 很有眼力,就是眼里有活 我觉得呢,今天把他跟其他两位求助者放在一个平台比,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本身学的就是有诗 这是不是跟他工作过两年有关 我觉得是 我觉得我们今天不能排斥一点 对,因为那两个是应届毕业 我们不能把一个有幽教经验的人和没有幽教经验的两个选手放在一起 他只是有创业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成分 对 但这样的一个女生啊,他的偶像是陈浩 他对陈浩有很多的总结 你说一下,你迷他迷到什么地步 其实我喜欢陈总是因为,我觉得陈总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 表里不一的人 对 他表面上比较犀利吧 你像点评选手的时候,通常是比较严厉的 但其实我相信陈总的内心是,深处是非常柔软,充满爱的 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好教育 而且陈总的点评,一针见血 非常能直接的帮助到选手 如果我是那个选手的话 我其实更愿意听到这样的意见 这样能帮助我自己成长 你这么迷陈浩,你老公没意见 他,他有他喜欢的吗 他也有,他喜欢谁 他喜欢陈仙姐姐 他喜欢陈仙姐姐 他们家关系结束吧 你有孩子吗 没有没有 还没孩子 暂时是没有这个打算 但是也期望中吧 好吧 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情景资料 这个是我们中心的一个服务号 然后这个是通过我上一个媒体工作 然后我自己做的一个事情 像我们的两周年庆 我会可能一周一个小活动 最后一周来组成一个大活动 第二页是我们中心的一个展示 但是这张图片我想说的是它的背后 就是我的团队 我自己亲手组建起来的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成长为一个管理者 下一页,谢谢 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我个人具备的一些能力 我通过这个节目也学到了许多的知识 丰富了自己 也提高了自己个人的一些能力 是这样 好 今天来应聘的是运营管理 是的 你要求薪资多少 六千 六千 有地域限制吗 西安 一定要是西安 对 因为老公也在西安 是的 那西安这个选择范围就比较窄了 是的 好吧 是的 你自己这个自主创业的话 你做这个艺术培训中心 你已经一个月挣一万五了 这个培训中心不做的挺好吗 为什么不继续做呢 是这样的 首先呢我自己的一个问题是 我自己需要一个个人成长 其次下来我们这个行业 其实是一个大鱼吃小鱼 小鱼没虾米的一个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行业 如果说哪一天一个巨头来了之后 可能我的中心就很难生存下去了 现在我挣一万五 可能未来我可能就死掉了 你指的成长是什么 我的成长是 比如说我个人的一些学习 包括我的数据分析能力啊 财务能力啊 管理能力啊 这样的一个人长 我想告诉你 陈昊自己也没有在大企业工作过 他一直就是创业 我不是说要到大企业 就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现在这开的挺好 你把它开大了我就完了吗 你创业很好啊 而且挣钱很多 我觉得现在我有两条路 一条路呢是我自己当一条大腿 一条呢是我棒一条大腿 像陈总的企业 像他进入西安 开了那么多分校之后 其实他周边的一些 其他的这个补习学校 小型中型的 其实是很难生存的 因为不管是 你拿到地方呀 师资呀 包括你这个体系呀 他重新建立起来 如果你要是进了陈总的那个 西安的那个学校的话 你也学不到集团的管理经验 他也就是那个学校啊 嗯我觉得只要在那个体系里 应该是能学习到一些不一样的 我顺着老叶这往下问啊 嗯 我们明年确实是 我们优胜派素养 里头很大一块艺术产品 是的是的 我们会规模性的进入西安 对嗯 我们价格上 可能这个跟你差不多 但是师资规模上 都比你好 对对 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我想就是你具体的应对办法 那时候的话 我想就做一个小二美吧 就是服务一个区域里 然后呢 我们所有的口碑 还有包括我们的教学 包括我们的服务环境 做到我们能做的最好 然后不断的去学习 然后把它不断的跟进 然后 但是我可能不会太扩大 其实我之所以对你感兴趣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首先你现在是试运年龄 因为我也要考虑职场稳定性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啊 就是这个试运这个事情 这是电视嘛 我妈也能看得见 嗯 然后我就说一句吧 我是 反正我这近五年是不打算 要孩子了 刚才你说在期待中啊 是在期待中 对啊 那不是一个近五年啊 陈总想说的是 你如果想要的话 尽量找要 是这意思吧 对我倒觉得你要想要 对我来讲是个安全性 别等35岁以后 好吧 听您的 听您的 那吕东青你是想 来到陈昊那是说 掰你的团队 整个公司 这个艺术中心都带过来 呃 现在是这样 我有两个方向吧 就是一个是他们自己去经营 因为我们现在那个 所有的管理的这块的团队 他们是自己可以去 完全去运营这一块 没有问题的 那我就是单独去产生我的价值 去陈总的公司 还有一种的话 就是陈总说明年 优胜派会进入先 那我们当然我们的团队 可以一起过去 也是没有问题的 哎 你这第二种不属于我们这个舞台上的 其实啊 sorry sorry 应该是合作 那就第一种 只能是第一种 好的好的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天生我有台 至上色评题 结合自己说说对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的理解 呃 结合我自己吧 就是我当初刚开始的时候 呃 实习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一个呃 杂志社 后来是做到了执行主编 然后呢 刚开始实际上 我是以一个行政的身份进入这个公司的 我想进入媒体工作 然后我就做了呃 大量的准备 然后我觉得那行政是一个非常低的入口 所以我就进入了一家这个杂志社去做这个行政工作 然后呃 我经常要给他们的会议做记录 在记录的过程 我就会用我所积累的一些准备的经验 提出我对这个策划主题的想法 后来主编觉得我不错 啊 说的还挺有道理的有一些点子 然后就交给我一些编辑的工作 这样一步一步做到了执行主编 我觉得这可能是对这句话呃 呃比较好的诠释 谢谢 三位老师他回答的怎么样 中天的回答的非常好 呃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 问的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一个规划 其实这里面呢会有两点 第一点呢是呃 你自己规划你要做到什么 呃第二点是 你确实为这个计划而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去做了一些积累 其实第三点就是呃 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具有管理潜力的人 非常适合去做运营管理 嗯 嗯 谢谢老师 好 专家的意见是他非常适合做运营管理 啊 其实我特别看不出来 你还会跳拉丁舞啊 跳了十几年啊 啊 对 啊 你跳一个我们看看行吗 真的要跳吗 您关一些 我这个衣服不太适合 你就随便来一下嘛 哎 我突然有个好主意 今天他们一直调侃我 说我和真华我俩 我觉得他们俩真好装衫 可以可以可以 小他俩 衣服和裤子穿错了 来吧 既然你们俩穿的一样 就你们俩上了 我们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 嗯 然后两位老板先跟我学一个基本动作 然后我们再拉 搭上手跳就很好看了 然后我们第一个动作是脚打开 脚打开对 好 来一拜走 去 看那边看镜头 很好 3 落跟 3落跟不回腿 你就踩到那就可以了 好走 恰恰 往 就这样一个动作 好再来一次啊 打开一拜 准备走 去 好 3 非常好 恰恰 往 OK 曾老师跟在我后面 然后您跟着我后面跳一下 好打开手打开脚 头抬起来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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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他求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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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往更高的职位走 我建议你到北京来培训一段时间 好的 你对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满意 来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未来这个 又生派在西安这一块的发展 然后我在这一块的晋升通道是什么 那个首先我们对西安的这个艺术培训啊 包括素养教育的市场还比较了解 我们去了就是抢第一去的 也不想说排个前三 所以我们有这个信心 最后考虑十秒 做出你的决定 又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又生教育 去吧 今天特别高兴 陈浩诚总能选择我 然后老板对我的肯定也是让我特别的开心 然后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在 美白隔离防晒霜套合一份 五八同城国民招聘首选 感谢五八同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017年找工作上 五八同城新职位新机会 报名菲尼莫属 请将简历投资邮箱 菲尼莫属的全评2010 at 126.com 最后依然祝大家新年快乐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站在这里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 我叫鲁明爽 来自素有赛上江南之称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的舞台 我喜欢你的 我不是这个老师我也喜欢您 因为我在您面前感觉到我很小鸟一人 行 怎么去的葡萄牙呀 我本科是学的葡萄牙语 在西安外国语大学 后来呢 怎么会选一个小语种呢 因为我本人是比较喜欢学语语言的 葡萄牙语是一个小语种 然后又比较热门 菲尼莫属怎么说 都都 阿贝纳什都 或者是阿贝纳什都 阿贝纳什都 阿贝纳什都什么意思 就是only you 就是only you 嗯 还是没有英语简单 你的这个专业很奇怪 叫中仆化文化交集专业 对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文化活动 怎么会成为一个专业呢 我们的那个老师 他是比较注重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交流 他希望是我们能够用葡萄牙语 然后给外国人讲中国的中国文化 你去了多久 两年多 你在那是怎么跟葡萄牙人民做我们的这个中仆的这种交流的 我一直住在寄宿家庭 和葡萄牙人一起生活 偶尔会做一个火锅或者是饺子 这个葡萄牙人说好吃吗 他们觉得比较新鲜 然后还教过汉语 教汉语 对 葡萄牙男人怎么样 男人 跟我们中国男人比起来怎么样 我感觉他们整个民族都是很奔放 那有人追你了 有 那咋追的你 有多奔放的追你 就是 是你在前面跑他在后面追 没有 就是老跟我找我聊天 去喝咖啡 这样子的 他聊点什么内容 跟中国男人有什么不一样 跟中国男人 我对男人其实不是那么了解 其实你别看他腼腆的样子 他其实在葡萄牙还是做过一些 这个怎么说勇敢的事情 是 比如说街头卖艺 我就想不出你街头卖什么艺 就是 我以前学的是竹笛和葫芦丝 我看街上也有很多街头艺人 我就也想去试一下 也是挑战一下自己 然后再把中国文化带给外国人 效果怎么样 效果还真不错 有人扔钱吗 有 两个小时收了三手 还可以 这个展示我不是一个书袋子吧 因为我是从小到大好像一直是乖乖女 我就想把我的一些业余爱好展示给各位老板 演唱 你对普宇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 大概是什么样的 你了解吗应用状况 现在说葡萄牙语的国家 一共有七个 非洲有三个左右 亚洲有一个 你还有更具体的说吗 应该我不是 应该有1.8亿人在说普宇 大概在流行语里排第八 所以其实很靠后 尤其是亚洲国家几乎没什么用途 你既然今天的面试 想拿这个来面试 这个一上来就有点搞不明白 这不是你唯一的应聘的意向吧 别的呢 别的考虑不考虑 不考虑 葡萄牙语翻译机 本本上没人招 你别的是不是考虑一下 那就是各位 boss觉得适合我的工作 你别说他们觉得的 除了葡萄牙语翻译之外 你自己能想到的 你还能干什么 我还能干什么 对 就是我学了五年多 普语 其他真的工作经验也比较少 鲁明爽呢 他的欧洲留学的经历 让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 他的这个留学经历 反而是浪费了他这两年的时间 他的葡萄牙语本来已经很好了 他去了这个葡萄牙以后 反而让他的整个人变得很拖沓 很懒洋洋 变得很迷茫 你的那个本科是这个葡萄牙语 对吧 但我们知道 葡萄牙语是拉丁语系当中一个 就是同俗 拉丁语系的这些其他 稍微大一些语种 你有没有去学呢 我没有刻意的去学 但我觉得这个就听起来有点不太 没个sense 就是说 葡萄牙语是一个拉丁语系当中一个 你学会这以后 你学其他的 士班牙语也好 法语也好 应该容易很多 你为什么不在这个上面去发力 让你的值 去拓展一下 宽大一些 对 为什么 我觉得是一个时间问题 可能也是我没有想那么多 图类老师 我想说一下他的期望薪资 因为这个刚才也讲了 他这个普语的话 现在没有公司需要 而且是一个非常窄的语言 完了他又没有让我们看到 任何专业的技能和能力 完了他直接期望薪资要八千 关键是他还别再不想干 对啊 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太高了 姑娘 其实我那个跟你是兄弟单位 他是西安外国语学员 我是西安翻语学员 你学语言的 一定要别的局限语言 语言其实接下来会非常非常窄 然后你要想别的 有无限的可能性 你看像我 啥都干过 你知道吗 你就他们给你干啥 只要你觉得适合 你就干啥 先找份工作再说 那我就再确定一下吧 除了葡萄牙语的翻译之外 其他的类似于像行政工作啊 服务岗位啊 你考不考虑 考虑 考虑 那如果是做这些职位的话 你要求薪资多少 六千 六千 好 来 第一轮选择 去货流 还有发展课 先生我有财 来 这场说评 当你选择航空公司时 除了最重要的安全性之外 还有什么是你最在意的 A 空乘员的素质和服务态度 B 飞机餐饮的品质 C 各种语言都可通晓 D 座位舒适 视听娱乐 设备先进 你选哪个 我选 D 最后一个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经历过那种座位不太舒服 然后又长途跋涉的 你 你应该坐座位是不是有点挤啊 对 我要坐两个 所以要座位舒适 对 是的 你为什么不是A呢 A我觉得 没太大所谓 我可以忍 没太大所谓 脾气好 可以忍 对 那餐饮呢 吃得怎么样 有的吃就可以了 语言更不是你的障碍 对 英语言还行 对吧 所以他选择是D 来 三位 最提考的是什么 这个是当我们去选择交通工具和周遭环境的判断的时候 他看他在哪个环节最敏感 像第一个肯定是我们讲的是服务型 对我们服务的要求比较高 第二个就是吃货型的 第三个是交际跟别人交流 那有很多人选最后一项 偏这种享受型的 体现出来我们今天的选手这块 也有可能性格相关 不是那种张得开的 还是希望能保护自己 我问你一下吧 就是因为我考虑你人事行政的工作 所以的话我问你 你觉得做人事行政的话 最终要跟我讲三点这个素质和能力是什么 反正之后的话再说一说你自己是不是具备这样的素质和能力 看样子有人要给你行政的岗位了 我觉得第一呢是沟通能力要强 态度要有亲和力 然后呢就是 懂得一些公司内部的情况 要对公司比较有了解 然后第三点呢 对公司有了解不是素质和能力 这是一个知识 就是说你基本的知识 他没想过这事 我觉得这个有点强能说了 他可能真还不知道 但是就是说沟通这块的话 因为我觉得整场你就显得很拘谨 就是没有放开 因为人事的话你要有沟通能力 我们讲亲和力 你要跟别人拉近距离的 你现在跟我们沟通的话都显得就是很拘谨 我觉得那目标感少了一些吧 岗位也意向企业没有 除了一个葡萄牙翻译 我现在 你对中国市场完全不了解是吧 我现在是有意向的企业 哪家 刘家勇 刘家勇哥 就他一个人懂普语 你现在身上有两个技能 一个是葡萄牙语 独一无二的 第二 假设你的葡萄牙诗 如果能让你在直播间 要么是教直播间的朋友说葡萄牙语 要么是教他葡萄牙诗 你会选择哪一个 然后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获取客户 会引起大家注意力吗 做直播 你没想过这事 我做过 我试过 但是效果不太好 你在干嘛呢在里面 我是刚好在葡萄牙有一个party 我在party上因为特别high 就想和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到街上去跳舞 然后一人拿一个锤子敲头 说是带给对方幸运 这就是这样的 太可怕了 这样的直播太可怕了 那就这样吧 我们就听一下他们给什么职位 好的 好不好 来第二轮选择去活流 还是光头的对抗 光头 直接进入盘前不上感情 来 你想一个人光芒万丈 来 说出你的岗位和薪酬 我们行划教育呢给你的是小鱼种的葡萄牙语的讲师 然后工作地点在广州 多少钱 六千家 但是那个因为这个家的后面有很多 因为它包括了 你以前最少都一万五的嘛 不是 它不止一万五 因为我们的老师是这样的 因为一般老师是没有底线的 他我还开了底线 因为他都是按照绩效加这个打赏 那他在哪上班呢 广州 必须要在广州吗 对 那也是他向往的城市 你对这个薪酬满意吗 六千 不太满意 但是他的综合薪酬会很高 你的绩效工资不止那么低 可能会 他的综合大概能拿到多少 第一月上班 如果他这个葫芦丝加他的这个叫葡萄牙语的直播 我相信应该在五万到十万之间吧 我的天 如果他做主力的话 但是行事要我提醒一下 我是专业过直播的啊 明爽的性格特点 做直播有点放不开 因为直播是强调强互动的 我告诉你 你说你是专业的 他是教学 我是专业从08年就开始做直播了 12年的时候做直播 教PS一年做了六千多万 我觉得他教葡萄牙语 怎么也都比我收入高吧 不是 这点我同意刘家勇的这个意见 我是觉得他放不开 直播的话 你要互动的话 吸引眼球不是这个样子的 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刚才说过 葡萄牙语相对来讲比较小众 他的需求的话 跟PS是不一样的 人家还有胡罗斯呢 我觉得呢 他的性格在今天这个场上 确实腼腆 但他也说了 他也有奔放的一面 其实我觉得图类已经很帮你了 我觉得你能找着工作 就现阶段都算是奇迹了 其实你这样 比你更优秀的直播 表现力更强的 更适合做直播的人 人选非常多 对吧 他给你开出六千 我觉得这是你锻炼的机会 不是你在拷问他的机会 有人看不下去了 其实你今天真的 我本来以为你可能是空手而归的 你问他一个问题吧 就是我未来有没有 我的发展空间是什么呢 我们老师会有五个级别 他会根据你的不同的绩效 然后往前走 然后最后能做这个项目的主管 好 把另外十一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人薪酬超过六千 五秒 好 把灯都灭了 考虑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行帅教育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行帅教育 去吧 谢谢 最后就一个老板留灯 我心里有点小难过 但是最后选择了行帅教育 他给的岗位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接下来都打算 就是去行帅教育那边 然后从基础的葡萄牙鱼老师做